什么?熊猫逃跑的真相是这样呀 小伙伴们,大家都发现了一个问题 蛋仔岛中的熊猫非常的诡异 它们总是在蛋仔岛跑来跑去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们肯定不知道 小伙伴们,众所周知 老官方在摩天轮的右边 就是我走到这个方向 给熊猫建了一个非常非常豪华的家 官方大大在里面种了熊猫一辈子也吃不完的竹子 可是啊,很多熊猫还是选择逃跑 小伙伴们,有人说熊猫是在寻找东西 伙伴们,错,错,错 有人和我说,熊猫跑出去的原因 是因为为了寻找在蛋仔岛的一个书店的门口的一根竹子 所有的熊猫跑出来是为了寻找这根竹子 伙伴们,错,错,错 我的天哪,熊猫家里有很多竹子呀 吃不完的竹子 熊猫逃跑不是为了吃竹子 熊猫跑出来的原因,我来告诉大家呀 小伙伴们,众所周知 蛋仔岛中的虚空非常的危险 所有的蛋仔掉进去必死无疑 伙伴们,伙伴们 而熊猫逃跑的原因 其实和虚空有关系 因为啊,小伙伴们众所周知 在游戏中有个拍照的功能 拍照的功能可以让我们卡视角看到虚空的下面 难道你们还没有发现吗 在熊猫喝水的这个瀑布里 竟然是连接着虚空的妹妹啊 你们看,你们看 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吧 其实所有的熊猫逃出去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害怕会从这个瀑布掉进恐怖的虚空里 掉进去熊猫就狗带了 所以所有的熊猫才集体逃了出去啊 Oh my god